youtube 大家好我是Taka 今年在11月底要久違地舉辦亞洲職棒冠軍爭霸賽 距離上次舉辦亞冠賽已經是將近6年前的事了 在這段期間上一屆亞冠賽的成員也有著許多的變動 有的從先發投手變成守護神 有的成為自由球員拿了超大的合約 今天的影片來簡單回顧一下上一屆亞冠賽日本隊的成員 在這6年間的成長狀況 首先從投手這邊看起 以下的順序是由背號由小到大安排的 第一個看到當時身穿11號背號的野田生吾 野田當時其實是替補三岡泰服入選的選手 他在17年那個C5超級打高於頭的年代 初賽37場角速防禦率不到2的優質表現 在入選亞冠賽代表後的隔年也備受重用 有著高達58場的初賽紀錄 不過在19年球季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去年頻繁初賽的影響 加上對上還從中日交易來的小川龍野 讓野田的初賽數銳減到只有23場 20年球季野田依舊沒有獲得重用 在一軍只有3場的初賽紀錄 隨後在球季結束後收到戰力外通知 最終結束了他的職棒生涯 隱退後的野田還是留在了齊玉 現在在擔任競艇選手 就是也可以像賽馬下注的那種日本競艇 下一位看到的是當時以外卡身份進到名單的幼極克術 幼極在17年時雖然已經27歲了 不過他因為是從大學畢業後再打了兩年的獨立聯盟 最後才進到職棒的選手 所以他在17年其實也不過是打職棒的第4年 當時到夜監督也是把他當作未來日本對重點培育的人才之一而將他選入的 幼極在後續這幾年在終日的狀況雖然有些起伏 但他也累積了400場的初賽 可以稱得上是非常被倚重的中繼投手 21年底幼極在取得FA資格後 以4年總額6.5億日元的合約加入了軟銀 不過在軟銀的第一年就因為骨折的傷勢 只在一軍留下了31場的初賽 今年則是因為開季狀況不佳 在4月中就被下放到二軍了 不過進行賽二軍表現不錯 連頭銷動作都換成了有點類似龍捲風頭銷的模式 估計近期會回到一軍 接著看到當時在日本隊身穿18號背號的多和田真三郎 他絕對是那屆亞冠賽中最可惜的投手 多和田在參加完那年的亞冠賽後 在18年球季角落了16勝5敗的好表現拿下勝投王 也幫助球隊拿下聯盟優勝 C5球迷也都非常期待 他能夠成為局勢雄心離隊後的下一個球隊王牌 只不過在19年球季 多和田整個投球狀況大走中 在經過各種調整之後 竟然被診斷出是有心律不整的問題 後來更進一步確認是因為自律神經失調所致 在這之後C5球團也給了多和田兩年的時間專心養病 不過狀況始終不見起色 隨後在21年底遭到釋出 多和田本人表示他會以投手的身分繼續打球 不過最終在參加了戰力外測試會後 還是沒有獲得其他球團給出機會 隨後多和田在去年加入了北海道的社會人球隊 有著一場投了兩局的輸賽記錄 隨後就沒有再看到更多有關多和田的相關資訊了 真的相當可惜 下一位是在新人年時期就有著小魔神稱號的三騎康晃 三騎在亞冠賽後的兩年間 連續拿了兩年的央年救援王 而且各項進階數據也都表現越來越出色 對於三騎在這五年間 我自己最有感的是 他的體重每年都在直線上升 不知道是這個原因還是因為疫情影響到了 他在20年球季表現非常不穩 連球隊終結者的位置都被三島議會給取代 還好在20年球季從中繼出發表現不錯 去年則是在進行了大幅度的瘦身之後 再度重回終結者位置並拿下了37次的救援成功 還攪出個人生涯最佳的1.33防禦率 原本三騎一直有透露想要去大聯盟的想法 不過他在去年球季結束後 和橫濱簽下了6年的合約 也算是完全放棄了去挑戰大聯盟的願望 今年球季 三騎目前是拿下了24的救援成功 雖然防禦率是有點小爆炸 但他依舊是聯盟中頂級的救援投手之一 下一位是來自歐利斯的敬藤大亮 敬藤是在16年進到職棒 不過第一年就因為肩膀傷勢 幾乎算是休養了快要一整個球季 接著他在隔年的17年球季 就有著55場的出賽紀錄 這也讓他入選了亞冠賽的代表隊名單 後面的兩年敬藤也都是對上的主力牛棚 不過在20年卻動了TJ手術之後 被轉為育成選手 21年球季還一度收到球隊的詹力外通知 直到22年球季才在俄軍表現出色 接著在睽違了964天之後 再度回到異軍的賽場上 還投出自己個人最快的154公里球數紀錄 只不過今年的出賽表現相當不穩定 只有9場出賽防御率卻高達5.79 好不容易在經過TJ手術後有著大復活的表現 今年進行的成績確實真的可惜了點 下一位看到是金勇生態 金勇的部分我想應該不用太多篇幅介紹了 那年的亞冠賽對上台灣6局送出了12K 早就在台灣球迷心中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 不過其實金勇在亞冠賽結束後一直被傷勢困擾 表現好壞的喜福有點大 直到20年卻動了肩膀的新創手術之後才開始越投越穩 整體的投球給人不論是在直球和變化球的水準 也真的都有在更進化的感覺 他還在去年的交流戰投出一場無安打比賽 前些天更在對上巨人隊的比賽 送出生涯最多的單場15K 金勇在今年球季結束後會取得國內FA的資格 應該有許多大聯盟球隊在等著搶人大戰了 金勇可以說是在這屆亞冠賽選手中發展最好的投手了 下一位守田和樹 守田在這些成員當中也算是蠻可惜的一位選手 他在17年從中繼轉先發的表現不錯 整體的投球動作給人一種前軟銀投手射精證的即逝感 在刀葉監督的眼中應該也是個不錯的素材 所以讓他在亞冠賽上對上韓國先發出賽 不過守田在打完亞冠賽後就開始在1-2軍之間載服載成 是有機會上到1軍出賽但防衛率都偏高 今年也是一樣狀況不太理想 就成績來看的話很有可能在今年會收到戰力外通知 再來看到是C5的瓶頸課點 剛剛前面看到過發展最好跟最可惜的一些選手 而瓶頸應該是裡面讓我最驚訝的選手 驚訝的點是他的手臂竟然還是這麼的健康 瓶頸在首年進到直棒就成為C5的牛棚耀員 19年更是有著單季81場的出賽紀錄 雖然還不是史上最多但也真的是夠扯了 20年開始瓶頸還在先發救援兩頭跑 而且還是真的先發不是那種開門投手的假先發 不過在先發的表現上其實不太理想 今年終於是在隊友平良海馬轉先發之後 瓶頸再路回到牛棚待命 今年表現非常不錯 有著27場的出賽反而是2.36 將近6年過去依舊是一位異常耐頭的鐵人型選手 下一位看到的是當時在板神的石錫鋼 石錫當時會入選其實就稍微有比較意外一點了 不是說他表現不好 只是他在那年也算是在球季的末段才在一軍有不錯的表現 直球的評價很好也有著不錯的壓制能力 是有被盜業監督注意到他未來的可能性 不過在雅冠賽後 18年在異軍投了幾場 就去動右肩膀的輕創手術了 隨後就沒有什麼機會傷到異軍了 19年被交易到羅德之後還是沒能有復活的跡象 主要是控球真的太差了 20年在羅德14局的投球中送出了15次的寶送 隨後在21年底收到戰力外通知 現在任職於運動的訓練中心 Next Base 下一位看到的是火腿的枯瑞輝 因為王伯榮到火腿打球的關係 相信大家對枯瑞輝這個名字應該是不會太陌生 不過他在17年的時候其實才剛進到職棒第一年 是整個日本隊唯一的高足新人 而且當時在一軍也只有四場的出賽紀錄 不過他畢竟是第一指名 高中時期就也是日本隊成員 他有著偏左側頭的出手 有著很好的功能性 當時在賽會上也是連兩場出賽有著很高的信任度 在19年枯瑞輝開始受到重用 整季也擔任不少是假先發的開門投手 隨後在21年投出生涯年有著60場的出賽 防禦率2.36的表現 他以39次的中繼成功拿下中繼王的頭銜 不過在近兩年的投球表現上不太理想 今年更是只有5場的出賽紀錄 連在二軍的防禦率都是偏高的6.59 是說今年才剛滿25歲 球團應該還是會給他一些調整空間的 再來看到最後一位投手 田口利斗 田口在2015年球季開始進到巨人隊的先發輪值 在2017年各自繳出13勝4敗的好成績 在當時的期待感可以說是和金勇生態不分上下 印象中在入選亞關賽的時候 就已經被預定作為其中一場的先發投手了 而田口當時在決賽對韓國投出一場7局6K50分的好投 讓他在賽後獲選賽會投手的最佳9人 不過田口在隔年球季開始 防禦率和被全壘打有著偏高的問題 20年球季田口被交易到了養樂多隊 原先教練還是想讓他繼續先發 不過表現依舊不見起色 去年球季田口在技術就正式轉任牛棚之後 他也投出了他的另一個生涯年 45場出賽拿下18個中繼點 防禦率是1.25 表現相當優異 今年則是接任了球隊closer的位置 依舊表現相當穩定 目前拿下了19個中繼點 在養樂多戰績這麼慘的情況下還能畏懼聯盟第二 讓他正式轉任到牛棚真的是找對了使用說明書了 再來看到是捕手的部分 首先是若葉劍使 若葉在高中時期就是個守備相當出色的捕手 也有著高校通算28轟的表現 在捕手來說算是非常不錯的了 他在16年開始展露頭角 接著在17年有著100場的出賽 雖然在後面幾年打擊表現一直都不是很理想 不過強大的守備能力讓他還是能站穩一捐的主力捕手 若葉在19年曾創下聯盟最佳的三層記憶主殺率 去年主殺率更是來到了4層42 打擊率也來到個人新高的2層81 這兩年歐利是採用捕手輪踢的制度 若葉也開始擔任三本遊生的御用捕手 兩人也連續兩年一同拿下最優秀頭補搭檔獎 今年若葉在攻擊端的表現也蠻好的 有著2層71的打擊率 未來的國際賽還是很有可能看到若葉會入選的 下一位 鏡藤見介 沒錯 鏡藤其實當時是以捕手的身份進到代表隊的 不過其實他那時候就連在火腿也沒有太多捕手的出場機會 主要是因為隊上還有其他手臂更出色的前輩 而且鏡藤也不斷受到傷勢的困擾 不過他在攻擊端表現極為出色 17年還繳出超過4層的打擊率 這也讓他在亞冠賽上連續三場都擔任DH出賽 還在12個打數中狂打了7隻安打 在這之後鏡藤也成為了日本國家代表隊的常客 22年底鏡藤在取得FA資格後 以7年總額51日圓的薪資加盟到了軟銀 今年截至目前為止的打擊三圍是2x9、4x12、4x89 其中還帶有12隻的拳雷打 依舊維持著相當近騰的打擊風格 下一位看到是田村龍虹 田村在14年球季後半開始 逐漸成為羅德對上的主戰捕手 15年和17年都寫下陽聯捕手最高的主殺率 打擊方面在捕手來說也算是有相對穩定的表現 在那年的亞冠賽 田村也在預賽時從韓國對手中打出再見安打 不過在21年球季 兩度受到傷勢的影響 導致去年只有兩場的一軍出賽紀錄 今年球季 田村雖然再度獲得較多的出場機會 但打擊成績實在不太理想 他正在和年輕的佐藤斗志也爭奪球隊主力捕手的位置 未來幾年還會有更年輕一輩的鬆穿虎生來搶位置 雖然田村今年也才剛滿29歲 但他也確實是在亞冠賽的日本隊捕手中發展了比較不順遂的選手 要想要在之後幾年打擊能有所突破難度是相當高啊 接著看到的是也不需要太多介紹的賈匪拓野 賈匪當時在亞冠賽前其實也才剛展露頭角 不過強大的守魅能力早就讓教練和球迷留下深刻的印象 雖然賈匪是以外卡的身份入選 不過其實他也只不過離當時的年齡限制差了不到一個月 所以當然被選進來當作國家隊未來的重點培育對象 而賈匪後來不僅在軟營成為主戰捕手 後面的幾個重要國際賽賈匪也都沒有缺席 是12強、奧運和經典賽日本隊奪冠的一大功成 接下來看到是野手部分 首先我想把兩個遊擊手放在一起講 京田陽太和原田壯量 京田和原田兩人其實只差了不到一歲 不過因為學士的關係 原田比京田多打了兩年的社會人球隊 接著一統在17年進到直棒 兩人都在首年就成為球隊的遊擊主力 當時他們一起被選進到日本代表隊 刀夜監督也是煩惱了一段時間 最後在第一場是讓京田去守二壘、原田守遊擊 還分別打1、2棒想要讓他們成為開路的雙箭頭 不過兩人在後面這幾年的直棒成就卻開始漸行漸遠 原田這邊幾乎是成為了日本最強的遊擊手 各大國際賽事也都有入選日本代表 去年還和C5簽下年薪3億的五年大型合約 年初的經典賽戴上上陣也讓人印象極為深刻 而京田這邊就比較慘一點了 啞關賽後的幾年其實表現得還不錯 但真的也就僅止於還不錯而已 在打擊方面就只是個3-233的打者 22年球季還因為對上土田龍轟的崛起 直接擠掉了京田過去幾年不動遊擊手的位置 接著在球季末被終日當作交易籌碼 交易到了橫濱DNA換來的沙田藝術 今年京田在橫濱也有獲得不少出賽機會 不過打擊數據上來看好像甚至比過去更差了 打擊如果還是再沒有什麼起色的話 也許再過兩年京田在橫濱也沒有什麼出賽機會了 下一個看到是有著長打能力的工具人外奇修太 外奇是一名相當受到稻葉監督賞識的選手 當時他雖然是以內野手的身分入選 不過在三場比賽都擔任外野的先發出賽 還一局拿下整個賽會的MVP 亞關賽後的幾年也都表現得相當不錯 首輩不僅能內能外還拿了兩階的二雷金手套 打擊方面也曾有過單階26轟的水準 就是在21年因為小腿骨折去動了手術 回到球場後打擊似乎也受到了一些影響 這也讓他錯過了奧運的日本代表隊 今年球季與外奇在打擊方面 尤其是球季的上半段有著大回春的表現 長打率也是睽違了兩年再度重回四城大關 雖然C5二游還是有著不少好手在等著上位 但原田和外奇的黃金組合可能還是會持續好一陣子了 再來看到一樣是中線球員的中村蔣吾 中村當時在賽會上算是蠻可惜的 比較沒有太多出場機會 不過中村在亞關賽後的隔年球季開始 是完全成為了羅德的阻力二雷手 連續四年全勤出賽還曾有單季時西紅的表現 也拿了兩屆的二壘金手套 去年底在行使了國內FA資格後 再度和羅德簽下四年的復數年合約 今年雖然打擊狀況也是不太理想 但他也是羅德陣中少數達到規定打擊的打者 未來的三年內應該都還會是球隊的主力選手 下一位看到的是松本剛 松本是在11年選秀就進到職棒的高足選手 不過前面幾年一直都在二軍磨練 前面五年在一軍只有25場的出賽紀錄 在17年羊帶剛轉隊到軍人隊之後 松本開始在一軍獲得大量的出賽機會 首年在一軍有著破百場出賽 就攪出兩層七四打擊率的好成績 在雅冠賽上也有著四層打擊率的好表現 只是雅冠賽後的幾年 因為對上其他外野手表現太過出色 加上受傷開刀的關係 松本再度在一二軍之間浮沉 一直到去年球季 火腿整個球隊陣容大幅改造了之後 松本也得到新監督新裝的賞識 獲得大量出賽機會 松本還以三層七四的打擊率拿下聯盟的打擊王 並在球季結束後獲選年度的最佳9人 今年松本的狀況雖然沒有維持得像去年這麼高檔 不過也是有著兩層七六打擊率的好表現 去年在整個覺醒之後 也完全成為聯盟一線的球星了 下一位看到是外卡身分入選的三川穗高 在當時日職各隊的主力一雷手 清一色都是年紀偏大不然就是洋將 唯一比較能稱得上是可惜的 應該也只有大三優輔 而且大三的職棒首年表現確實也不太出色 三川在當時已經算是比較年輕的一雷手了 在亞冠賽後 除了疫情的那兩年 三川拿了三屆的陽聯拳雷打王 今年初五也入選了今年賽的日本代表 不過在前陣子5月時 被爆出他涉嫌強制性交的消息 目前日本檢方還在調查這起案子 西武球團也不敢罵然行事 表示在事件法院有判決前 三川不會出賽 最新消息是這起事件 檢方有蠻大的機會最終會不起訴 之後有什麼消息再和大家報告 再來看到是當時日本隊主力的三壘手西川龍馬 當時西川在亞冠賽三場比賽打了西之安打 表現相當優異 確實有給人為了在國家隊要接班松田宣號的感覺 自一半年球季開始 西川在打擊也幾乎是每年都可以有三成左右的打擊率 和四成以上的長打率 更是一度扛下廣島四棒的位置 不過就是在手背上比較讓人不放心 19年球季在玩家號轉隊到巨人隊後 西川也在教練的安排下開始轉手外野 表現相當穩定 去年在取得FA資格後 他也選擇繼續留在廣島 今年則是依舊維持著相當穩定的打擊表現 只不過在前幾天因為腹部的傷勢遭到抹消登陸了 西川在近幾年攻守兩端表現都相當優秀 可惜就是稍微有點院長屬性 如果能繼續保持健康 也許未來在國際賽上 有機會看到西川再次穿上日本隊球衣的 下一位看到是有著奈吉利亞血統的Okoe-劉瑋 Okoe當時會入選 應該算是在他的天分上給他點肯定的吧 畢竟那時候他也才剛滿20歲 17年在樂天雖然打了三成的打擊率 不過其實出賽數也只有41場 算是小樣本了 在亞冠賽上也只有帶跑的出賽機會 後來幾年在樂天也沒有太突出的表現 接著還在21年初和年末動了兩次手術 導致22年球季在一君子留下6場的出賽記錄 隨後在球季結束後被放到現役選秀的名單中 被巨人隊給挑走了 今年Okoe在祭出得到原成德監督的重用 在開幕就擔任一棒的左外野出賽 不過大概也只持續了一個月 就再度在一二君之間上上下下了 曾經的第一子民現在變成這樣是真的挺可惜的 下一位看到是桑園將志 桑園是在11年的選秀會 進到橫斌DNA的高主星人 在經過了4年的磨練之後才在16年開花結果 接著在17年有著全情速賽記錄 打出了13轟還拿了一座外野金手套獎 不過在19和20年球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被疫情影響調整 連續兩季都留下不到兩成的打擊率 還好桑園一直都還有著很好的守備做賣點 終於在21年球季堆上的微谷榮幸轉隊到巨人隊之後 桑園再度站穩球隊的先發中外野 並且首度角出超過3成的打擊率 同時還有個人生涯新高的單季14轟 今年的桑園打擊依舊表現不錯 一度扛下球隊五棒的重任 雖然在亞冠賽時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 但現在真的算是發展得相當不錯 再來看到最後一位選手 尚寧成之 這個名字對大家來說應該都比較熟悉一點 我也有成績做過他的影片 尚寧在2017年串起 套著不錯的長打能力 加上超強的長傳主殺 有著相當高的知名度 當時在亞冠賽上3場都打5棒 長打能力的部分想到受到教練肯定 亞冠賽的隔年尚寧更繳出單季22轟的成績 不過在19年受到傷勢的影響後 連續3年在異軍的打擊率都只有不到兩成 好不容易在去年球季的春訓期間就一直維持好手感 結果又在一場比賽的賽前練習上到右腳 經診斷之後是阿基里實踐斷裂 再度整季報銷 尚寧在今年球季雖然身體是健康的 但打擊狀況可以說是完全不在線上 看得出球隊對尚寧還是有著相當的期待感 但今年這樣的表現真的還是很讓人擔心 她說我覺得在當時的整個亞冠賽陣容中 後續的表現最稱得上是可惜的選手 希望她還能有機會能夠證明自己還是能打的 以上是上屆亞冠賽日本隊成員的一些近況 很期待今年的亞冠賽會有哪些新一代的日本隊成員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